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5月29号 今年以来,中国几个重要的工业和经济重镇连续几个月的封城重创了中国的经济 至到如今,中共高层显然已经感受到了经济断崖至下跌带来的巨大压力 压力之下,中共高层的张簧失措也就暴露了出来 同时也引起了外界的各种猜测 周到注意的是,李克强在5月25号刚刚召开了 稳住全国经济大盘10万人的电视电话会议 动员各级官员把中国的经济拉回正常的轨道 就在同一天,新华社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经济日报编辑部的文章 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在这篇6000多次的文章里,首先提到了当前的经济形势 承认今年3月份以来,复杂演变的国际局势和跌宕反复的 新冠肺炎疫情等超疫情因素叠加起来 给恢复势头良好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下行压力备受关注 然后话锋一转便提到 我们就要科学理性的认清当前的经济形势 把握和应对好短期波动的冲击影响 正视和解决好困难压力 还要从较长周期认识中国经济的内在规律和大趋势 把握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底气,后进 从而保持定力,积极应对 而且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 尽管经受了千模万机 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坚固 到此可以看出 这篇文章的基调就是眼前虽然有困难 但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目的就是要打消人们对经济危机的顾虑和担心 稳定人心,稳预期 在当前,人们对经济前景充满了悲观情绪的情况下 中共负责经济的媒体出台这样的文章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和李克强在十万人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他的基调确实明显不同 李克强突出了当前经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以及应对之策 而这篇文章则是强调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坚固 简单的说 李克强担忧当前的困难 经济日报则是在勾画未来的美景 但是说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是在否定李克强的讲话 仅仅从时间上来看 这也明显的不是事实 经济日报发表的这篇六千多字的长文 是一篇精心打造的长篇文章 而不是匆忙推出的急救短篇 这样的文章很难想象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推出 而且这篇文章用了大量的篇幅 送赞习近平统治十年来的经济成就 其中提到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经济形势 外部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 内部是增长速度换档期 结构调整阵痛期 前期四级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累积 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跨越十个春秋再看中国经济 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加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 卖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等等等等 还有什么非凡十年 观察其中的是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此外这篇文章还提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到日益丰富 不同领域具有创造性 支撑性的重要制度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层次分明 系统完备 在国家治理中日益显现出巨大的制度效能 由此可以看出 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很重要的部分 是送赞习近平 替习近平进行辩护 尤其是在习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了经济他方的情况下 更加可以感受到这篇文章替习近平辩护的意味 按照国内重要文章发表的审税流程 这样重要的文章 特别是涉及到总结和评价习近平 十年经济成就的文章 需要层层把关 编辑 副总编 总编 甚至还有可能要经过中宣部的审查 在这种官僚洗洗当中 光是审稿修改这个过程 恐怕就得一两天 客观的看 这篇文章和李克强十万人会上的讲话 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有很大的可能 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 在李克强准备开会之前 就已经基本定稿了 而且从后来新华社人民日报 全文转发的情况来看 也说明这篇文章一定是预先就已经安排好的 除了经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 新华社在一天前也发表了一篇 同样基调的长篇文章 题目是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 习近平引领统筹 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竖屏 描绘在习近平引领下统筹各项发展 包括应对乌克兰战争和维持疫情清零等等 显示中国正在复兴 中国经济发展 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等等等等 中共当局在有意的淡化当前严峻的经济局势 李克强十万人会议上的讲话 当局并没有全文播发 只是做了简要的报道 面对严峻的局势 李克强在三级干部会议上 可能随口透露了一点实情 说了一点实话 被媒体公开了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甚至已经危机到了中央的财政收入 危机到了中共的统治 中央财政受到冲击 那会动摇中央的权威 用一句中共前财政部长说过的话 老百姓有一句话 就是喊鸡还要撒把米呢 你手里钱都没有几个 让人家听你的很难 政治上的权威 如果没有经济的基础 也是不行的 这一次 李克强直接告诉了底仗 中央财政已经没有钱了 除非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 中央不得不救助 其他困难 只能靠地方当局自己解决 正是这样严峻的形势 才迫使李克强召开省市县 十八人参加的经济会议 李克强的身份是总理 抓经济是他分内的事情 李克强稳定经济大盘 就是在稳定中共的统治 李克强救经济 就是在救习近平的命 习近平控制下的宣传体系 怎么会否定李克强救经济呢 再者 李克强召开省市县十万人电视电话会议 四个副总理和赛京的国务委员全体出席 这样的会议 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会的通过 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中共的宣传系统来说 无论是经济日报 还是新华社 人民日报 吹捧习近平 那都是第一位的 亡固事实 吹捧习近平 必然和现实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必然和李克强流露出的实情 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如果说 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 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李克强 这也是中共的宣传体系 无意识造成的后果 并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李克强在他的讲话中 基本上回避了清零对经济的伤害这个问题 只是在谈到夏良收割的时候表示 不允许任何地方以任何理由设置影响夏良收成的检疫站 李克强表示 收成期间即使出现了疫情 也不能停止收割 要求各级政府负起责任 现在 主要的小麦产区收割 完全依赖联合收割机 每年都有几十万台联合收割机 从南到北跨区作业 期间要经过多个省市 如果各个地方都以检测疫情为名 设卡阻拦进行收费 那将对小麦收割造成严重的障碍 后果难以想象 我们知道 夏良要抢收 如果收割不及时 赶上下雨 会对粮食的收割和存储 造成很大的损失 一年的粮食收成 关键在夏良 粮食出了问题 那是要出大乱子的 李克强的警告 确实很有必要 只是 把李克强的这番话 看作是对清零政策的对抗 恐怕是过度解读了 李克强要求 稳住经济大盘 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必要的 也并不违背习近平的指示 习近平要说各地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习近平也害怕经济出了问题 经济断延时下跌 会危及各个地方当局的财政收入 影响他们的钱袋子 没有哪个地方诸侯 会真的不在意 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困境 是无法同时处理好 疫情清零和经济增长 甚至不得不为清零 而伤害经济 在李克强召开 省市线十万人大会之后 经济日报下属的 证券日报报道说 北京天津 河北浙江云南等16个省市 随即召开会议 部署落实措施 提出要超前谋划 以超常规力量和手段 落实政策通过扩投资 促消费 稳外贸等等 全力稳住二季度经济大盘 最重要的是要稳住他们的财政收入 保护好他们自己的钱袋子 没有哪个官员会和钱过不去 李克强对习近平不满和不懈 这是难以掩饰的 只是他不可能在正式的大会上表现出来 而对习近平的胡作非为 李克强终究还是无可奈何 毕竟习近平在中共高层 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同时习近平对李克强的防范 也是不加掩饰的 他们从来就没有团结过 而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脱离正常的轨道 并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 李克强挽救经济的努力 习近平想必也不会反对 当然习近平也不会轻易的放弃他的清零政策 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对中国的经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也对当局的财政收入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他们当然急于走出困境 特别是在中共的二十大召开的前夕 习近平本人尤其也需要一个不错的经济形势 李克强这次召开省市县十万人大会 力图稳住全国的经济大盘 实际上是出来替习近平擦屁股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他们不能不承认现在严峻的经济形势 同时他们又害怕民众了解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原因 所以他们故意的淡化当前的危机 同时给民众一个虚幻的美好的前景 至于中国的经济能否停止下滑 这完全取决于疫情的走向 假如疫情就此逐渐减轻 或许中国的经济能够有所恢复 如果疫情持续蔓延 而习近平还继续坚持清零政策 李克强就是召开百万人参加的大会也没有用 中国的经济注定会难以挽回 好 关于这个话题今天说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